女孩仅仅因为长得太过漂亮 第一天上学就遭到了同学的欺负 他们不仅将女孩当成傻子对待 时常对她进行侮辱 还将女孩带去KTV 似一番女孩的书包搜刮她的钱财 接着剪开女孩的贴身衣物 拍下她的不雅视频用来联系顾客 几人之所以敢如此大胆 就是因为女孩长得实在漂亮 却又无父无母 附近开超市的大爷都对女孩垂涎三尺 色胆包天地将咸猪手伸向女孩 而大爷完事后 还会向好兄弟炫耀这段美事 于是开照相馆的好兄弟 借着给女孩整理衣服的理由 也将魔爪伸向了女孩 就这样女孩被男人们带走 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家 姐姐任美到处寻找她却毫无收获 无奈只能到学校碰碰运气 可透过教室的窗口 任美发现妹妹没来上课 于是找到班主任询问妹妹的情况 可这个只在乎成绩的老师 认为这不过是青少年叛逆期的通病吧 说不定在外玩几天就回家了 明白班主任完全没注意过妹妹恩惠后 任美只好去其他地方寻找 这时恩惠的同学叫住她 并递给她一个手机 当看到视频中恩惠被欺负的样子后 任美顿时心如刀绞怒火中烧 看样子她不在家的这三年里 恩惠经常在学校被欺负 可昨晚睡觉恩惠和她说不想上学时 她却没注意到恩惠的异常 以早亡的双亲 希望恩惠尚完义务教育为由 拒绝了她的请求 此时的人美无比悔恨 为了寻找恩惠的下落 她找到正在厕所里换装的三名校霸 拽住校霸的头发就是一顿拷问 一番教育后 校霸被迫带她来到这群混混的老巢 任美二话不说 进去就给了混混老大一脚 质问恩惠的下落 小伙本想反抗 可她低估了任美曾经作为国际保镖的实力 反抗不成反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小伙这才老实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 原来昨晚三名校霸带她和男同学玩耍后 这几人见恩惠长得漂亮 便打起了歪主意 他们将女孩的信息上传到网络 吸引来一些需要发泄的大叔 在让恩惠假借服务的名义 确定房间号后 借着洗澡的时间 将房间号发给几名男同学 他们收到短信后 冲到房间拉起大叔 就是一顿胖揍 接着将大叔的钱财搜刮干净 几人一晚上用此套路挣了不少钱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几人最后一次找的大叔 有着满倍的纹身 一看就是比几名男同学还狠的角色 几人被大叔收拾了一顿后 恩惠也被扣下了 临走前大叔留下了一张名片 要求几名男同学拿钱赎人 可这些混混怎么会管恩惠的死活 听完恩惠昨晚的遭遇后 任美顾不得教训这些无耻的混混 拿起手机拨打明天上的电话 不料这是个借贷公司的电话 并且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无奈任美根据明天上的地址找了过去 可里面只有一个跑腿的小弟看门 经过任美爱的感化后 跑腿小弟交代了大叔的车牌号 以及他经常停车的位置 并且送给了任美一辆车和一个电机棒 任美开车找到大叔的车子后 准备在这里守住待徒 可已经一天一夜没休息的人美 没能忍住困意渐渐地睡了过去 万幸大叔汽车的轰鸣声吵醒了任美 他连忙开车跟了上去 等进入人烟稀少的地方后 任美一脚油门撞停了大叔的车 不等他有所反应 任美拿起电机棒将大叔电晕 等他再次醒来时 脖子上已经被任美缠上了绳子 他要求大叔开车带他去找恩惠 可恩惠昨晚就被他给卖去了洗脚店 任美听后愤怒地勒紧了绳子 大叔被腾得猛打方向盘 车子失控撞向了路边的杂物 由于惯性任美被甩到了前面 大叔趁机抓起任美的头发一顿猛砸 可任美也不是吃素的 两人就这样在车里扭打起来 任美不愧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最终扭断了男人的胳膊 结束了这场不友好的交流 将男人弄晕后 任美将他装进了后备箱 接着冒充大叔的助手打电话给洗脚店 竟得知恩惠又被转手卖了 可具体位置电话那头却不肯交代 无奈任美只能驱车赶往洗脚店 进去之后任美迎面碰到一个女人 看着她带着自己送给恩惠的发卡 愤怒地一把扯下 接着让女人带她去找老板 询问恩惠的下落 看着身穿红裙的漂亮任美 老板顿时心花怒放差点上头 看到任美的匕首也没当一回事 可轻视敌人的下场就是 她被任美划了一刀 老板瞬间被激怒 她拿起桌上的烟灰缸就朝任美扔了过去 可却被轻松躲过 老板抓住机会上身打掉任美手中的匕首 并且抓住她的头发就往桌子上砸 可任美穿着高跟鞋一穿 老板瞬间歇菜 以防万一任美一个剪刀腿 死死夹住老板的脖子 逼问她恩惠的下落 为了活命老板连忙让女人交代 原来老板买下恩惠后 发现她的智力不全 还咬伤了老板的小兄弟 于是他们刚刚让恩惠联系任美熟身 可任美没有手机家里的电话又打不通 恩惠只好打给以前常去的超市 虽然接电话的是个大爷 可来熟她的却是个年轻人 得知消息后 任美一个裸脚将老板弄晕后 马不停蹄地赶去超市 那个超市在姐妹俩三年前住的小区附近 可等任美进去后 超市大爷以为她是来勒索的 于是心虚地推卸责任说恩惠勾引她 任美瞬间察觉出端倪 于是揪住大爷的领子 逼问她对恩惠干了什么 迫于任美的淫威 大爷老实交代 她之前见恩惠长得漂亮 又有些智商缺陷 于是将闲珠手伸向了恩惠 虽然恩惠极力反抗 可却抵不过成年男性的力量 就这样恩惠被无情糟蹋 大爷对于自己年过半排 还如此有活力这件事非常得意 于是她找来开照相馆和气修店的老友炫耀 另外两人听完后也是直流口水 于是照相馆大爷 趁着恩惠来拍证件照时 强行解开了女孩的衣服扣子 修车厂大爷不甘示弱 他将恩惠诱骗至修车店 在客户的车里欺负了恩惠 任美听完超市大爷的叙述 愤怒地掰断了他的闲珠手 并让大爷狗爬到超市门口 任美将他的手指卡在门上 质问他恩惠的下落 老板害怕地交代 刚刚接到要钱的电话 还以为是他们姐妹来敲诈他 于是他给照相馆打去了电话 老板称他知道的只有这些 并且说过去的事情是他对不起恩惠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能怎么办 伴随着大爷的惨叫 他罪恶的闲珠手也离他而去 可这却消除不了任美内心的悲愤 他要让曾经欺负过恩惠的人付出代价 于是来到照相馆 狠狠地教育了大爷一番 在这里任美得知 他接到超市大爷的电话后 就连忙打给了修车店的吴昌说 并且他才是三人的大哥 教育完照相馆大爷后 任美驱车前往修车店 此时的人美内心绝望而又愤怒 走进修车厂时 顺手拿起了放在门口的大铁锤 铁锤拖地的声音 吸引了正在修车的吴昌说 他抬头看到一名红裙美女时 顿时被迷得口水直流 听到任美是来找他的 当即伸手就要出来 不料下一秒 任美抡起铁锤砸向了他的右手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吴昌说疼地发出了猪叫声 任美用鞋跟踩进他的伤口 逼问他恩惠的下落 吴昌说疼得不停蠕动 连忙交代了所有事情 原来三年前 吴昌说接到了一个豪车的修理单子 而他就是在这辆车上欺负的恩惠 却不慎将恩惠的内衣落在了车上 豪车的主人是个议员 当他发现内衣后不仅没有怪罪老板 反而勾起了他的色心 就这样恩惠被议员掳到了车上欺负 而昨晚吴昌说在接到照相馆打来的电话后 连忙打电话给了议员 他的恩惠应该是被议员的手下带走了 听完恩惠三年前的遭遇后 任美终于明白了 他们所遭受的无望之灾的来源 三年前早已放学的恩惠却回家很晚 看着恩惠明显不对的神情 于是询问他是否被人欺负了 可恩惠却什么都不愿意说 任美只好第二天在恩惠的学校外蹲守 竟发现恩惠上了议员的豪车 之后被带去了一家酒店 等他闯进房间后 看到的就是恩惠被灌下不明饮料 被议员欺负的场景 于是任美拿起手中的螺丝刀 戳下了男人的一只眼睛 带着恩惠逃离了现场 之后议员动用关系将任美送进了监狱 而智力不全的恩惠 独自在外面生活了三年 可不料姐妹俩刚刚重逢 就遭遇这种事情 可当任美问起吴昌说 对于一个年纪可以当他女儿的孩子 怎么下得了手 吴昌硕却说他只有两个儿子 看来他还是丝毫没有悔过之心 于是任美放下了汽车的千斤顶 回到车里任美看到了副驾驶的手枪 他明白姐妹俩的生活想要回归平静 就必须完全解决这群人渣 于是任美驱车赶往一元家中 解决了看门小弟后 成功进入屋内逮到了一元 任美拿枪逼问他恩惠的下落 可这一元实在狡诈 他眼神瞥向一旁 成功转移了任美的注意力 并趁机抢夺他的手枪呼喊小弟 面对众多小弟的围殴 任美丝毫不慌 可当他使出全力解决完一众小弟后 一元已经开车逃跑 任美连忙驱车追击 两辆车在马路上你追我赶 途中仁爱打伤了一元的肩膀 可他也被撞到了路边深陷泥潭 就这样一元逃过了一劫 他连忙召集小弟 准备彻底干掉姐妹俩 而任美也清理掉脸上的血子 将打火机绑在手上 准备拼尽全力营救出妹妹 任美开车赶往一元承包的建筑工地 果真在这里找到了一元 以及他的一众小弟 任美以一敌多却丝毫不落下风 一元见情况不对 连忙撤回屋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任美的体力渐渐下降 小弟们趁此机会打到了他 而回到屋里的一元 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了恩惠身上 他抓着恩惠的头发 隔窗向任美叫嚣 听到妹妹的声音 任美再次振作起来 他夺下小弟的匕首 成功解决一众小弟 来到了妹妹所在的屋内 并和一元缠斗起来 打斗中任美手中的匕首被一元夺下 并狠狠地刺进了任美的肚子上 可他低估了姐姐拯救妹妹的决心 趁一元不被任美一把将她掀翻在地 拳头如同雨点般 狠狠地砸向一元的面部 就这样一元被打碎了头骨 姐姐成功救下妹妹 姐妹俩一起开车前往没有坏人的地方 路上姐姐的腹部血流不止 意识也渐渐模糊 而隧道的尽头也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姐妹俩的遭遇令人心疼 而妹妹所遭受的校园霸凌 也是当今社会存在的巨大问题 希望家长们都能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犯了错就要教育 不要以孩子还小为由 就轻易地放过他们 否则他们只会知道 自己的年龄不会被惩罚 以后的行为只会更加过分 专注解读影视悬疑案件 我是夏侯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 感谢观看